玉里真公所今年福岛推动原民部落产业升级 结合193县沿县的部落小农 以及有机农员等共同规划玉里限定的 浪漫193特色产业市集 而今天在县民广场出示提升 吸引不少游客民众来购买品尝 现场人气卖气热络 浪漫193农特产市集各式特色摊位前 人潮买气强强棍 不论是好吃的火龙果 甘醇的蜜香红茶 还是农产特色小吃甜品等等 全都是预理限定 让游客民众取之若鹜 我们是先对我们花莲193县道 从北到南 从夏德武一直到哈拉湾这个部落 全部都是原住民社区的一个发展为主 我们是希望将原住民农特产品 打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希望每一个我们的小农都可以以三单一Q的身份 就是我们的有机验证产销领域之类的 来将他们的特色农作物做得更好 那也就是利用这三单一Q 我们可以把这些更好的农作产品给我们的消费大众 玉璃镇公所今年争取推动原住民部落产业升级计划 强力辅导193县沿线部落社区小农或者有机农员等在内 在地特色农产业提升产值也共同结合进一步推广行销 获得部落社区农民高度配合支持肯定 我们的产品大部分都是我们193自己的 像比如说这个我们自己的民 今年刚好就是有机认证的前期 今天只有在咖啡的周边商务 参加市集第一个是曝光的知名度 第二个就是让消费者能见度会提升过一点 玉璃果树产叫第五班 我们目前的种植的品种是双色的 那今天我来这边展示的除了双色火龙果 还有四更三的小游戏 还有自己做的Q美 借着浪漫193世纪打响部落农特产知名度 包括了部落社区农员小农等 总共有25个产业特色摊位 政公所也趁着今天的开幕活动 每整点就举办拍照打卡上传就送193慢活劝 相当受到游客民众的欢迎 让活193浪漫193这个市集把它固定化 让所有有这个想要参加特色作物的农友 一同来参加我们这个市集 然后我们的让我们193这个部分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认识193线道的美丽 预理限定浪漫193农特产特色 增加部落农产曝光度也增加农产销售经济收益 今天在正名广场出登场 不仅设谈农民游客民众也都来购买品尝 政公所表示这只是个开始 接续还会依照产业特色规划不同的主题市集活动 要让全国消费者体验满满 预理限定的产业魅力 记者是玉兰 预理镇采访报导